今天上午,縣府觀光局、農業處以及埔里鎮公所公務客等單位 會同當地里長一同到5公里的風箱公園會堪 為計畫裝設的運動器材找尋適合裝置的地點 同時也檢視幾項已經裝好的設施 特別來跟風箱公園現場來會堪 就是社區、機民來向我申請 來讓管政府補助這個運動的器材 那麼去年份,國昌也有替他們製造三組運動器材 不服使用,所以特別來向我申請 所以今天,我帶管府省官單位來現場給我們會審 建議說,再來製造三組這個運動器材 讓我們藥工藝者的士大,可以有很重要的運動器材 來使他們使用,來增加他們的身體健康 由於附近一帶,居民家中的長輩比較多 里長建議裝設給年長者使用的健身器材 同時也要求選擇比較耐用的形式 還是以長輩為主,大轉輪還是仰臥起座 最主要就是在設計的時候,那個基座要平穩,安全第一 風箱公園圍繞著15棵樹林超過400年以上的巨大風樹 加上後來栽種的櫻花 最近櫻花盛開,加上剛長出來的楓葉,風景非常漂亮 公園小巧精緻,在樹下運動會是一大享受 因為這個風箱公園真正良爽 所以在這個大廚房來運動,對著他們的身體健康幫助很大 這些里面,大家可以在早上或是下午時,都來風箱公園 大家做會,來聊天,來溝通,來運動 或是一個真正好的正面的活動 經過現場實地會堪,預計挑選樹蔭下的空地 同時也計劃鋪設彈性地面,減少意外發生的可能 附近民眾都希望設施可以早日完成 副議長潘映泉表示,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希望民眾要多出門運動,才能保持身體健康 民意新聞紀念中,普理採訪報導